欢迎收听今天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投资总监Sky 哈喽大家好 我从日本回来了 然后首先要感谢听到Podcast 然后帮我们分享这个访谈资讯 还有真的来参加我们访谈的人 包含说行销圈的小黑老师 也感谢很多人帮我们分享的资讯给 就是你们的一些朋友 所以让我们这次日本访谈可以顺利结束 那我们预计9月可能会再去一次 这次访谈其实收获真的蛮多的 了解到很多 不管是日本人对日本股票想法 或者是台湾人生活在日本 然后对投资的一些想法 真的只能说台湾人跟日本人 投资方法是完全的不一样 我以为你是要感谢什么和牛之类的 没有好不好 我真的很忙 感谢美好的一餐 我真的很忙 我都在吃拉面 你也是很好吃 习惯 我只有时间吃拉面 卖一半也不错 没有 我这真的就是 我这四五碗拉面 没心意 就真的很少时间吃东西 对 不过还是感谢大家帮我们分享这个资讯 回到这周的主题 听说你昨天去了自动化展 对啊 相当的国际化 什么意思 没有乱讲 我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遇到一个就是年纪蛮大的 他问我说南港站怎么走 走 我现在要来去看AI 我说 走 这个阿嬷 那个 等一下 所以是台湾人 对啊 OK 他是真的跟我这样讲 我现在来去看AI 年轻的跟我说怎么走 我就跟他讲了 他说你还要登录 登录 然后注册资讯 对啊 所以我想说这是全民运动 蛮掉的 我想到我前阵子去那个AI站 的确有蛮多长辈去的 对啊 他们就说我们要学新东西啊 我想看看什么是AI啊 什么的 然后我想说 太棒了吧 我们的科技倒 太掉了 真的 对啊 其实相比起来 真的台湾人 可以参与这种东西的机会 真的多很多 对啊 不然你住在其他地方 你只会 我们等一下就喝啤酒了 这个之类的 看棒球啊 因为像我在 就是日本 其实也是有些人会提到什么 他们知道AI是趋势好了 但 诶 其他都不知道 就 所以AI有用在哪里啊 或者是 有哪些公司啊 然后他的产业链 他们其实甚至不太有产业链 这个概念 我想是日本的散户啦 他们不太有所谓产业链 上下流 这些词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那可能知道一个AI是趋势 但是要怎么样去研究 或者是 有没有去 实际看过这些东西 就是极少数 就剩一层以下 对 我觉得合理啦 因为 我说实在 就我们之前的Semicon 去年Semicon 然后也聊过 嗯 台湾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嗯 你每次在什么路上讲Course 什么好像大家都听过 对 在写中 去其他地方谁聊你啊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很奇怪啊 这是一个 很技术的东西耶 对啊 对啊 它本身是一个注册的专有名词 对对 第一个专有名词 然后哎 对 大家在那边讲 A100H100GB200A 大家都可以知道这种东西 然后有上头耶 奇怪的东西啊 我跟你讲GB我只叫Gameboy啦 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了 不好意思 这个年代不好意思 早上行电动玩具 第一代好吗 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NDS都不知道了 不好意思 NDS好久没有玩了 对啊 我觉得台湾蛮有趣的 对 但是台湾要取得这些 展会资讯真的很多啦 对 对啊 所以其实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那我们去讲这个自动画展好不好 你看到什么 我就自动画展这个 你去日本人就是 破墙嘛 什么安川电机 他们也都有来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大家就在想看看 机器人有多帅啊 不是 但是没有机器人啊 嗯 我们更正确的说 我们都每次都讲机器人嘛 其实就是手臂啦 如果自动画展的话 通常大家都是展手臂啦 嗯 那手臂其实 至少在十年以上了吧 因为其实 我们如果 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一下 科普一下 上次工业4.0 好像是2016年吧 不止啊 好像14年啊 对啊 反正大概在15年前后 然后那时候 喊了一阵子的工业4.0 不能说一阵子啦 蛮久一段时间的 对啊 所以那时候 工业4.0的时候 就让那个所谓的 机器的手臂 开始大量的进入到 那个产线里面嘛 嗯 对啊 只是说那时候的手臂 跟现在手臂可能 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手臂就是 它会有一个 就是它比较偏 就是真的 它就是一个机器啦 就是你不能进入 它的那个工作范围内 它会尻爆你啊 哦 它每次给你一拳啊 金币勾之类的 嗯 当然啦 你说由现在有这样很多感测 比如说sensor都门嘛 哎 那后来才装了 我看过很多没有装的 走过去还是被尻爆 嗯嗯 对啊 但但我总会讲这个 就是说 现在的这种手臂 看起来就是 有很多就是大家在推 那叫什么 协作机器人 哦 但讲是讲这样 它就是一个 比较智慧的手臂 就是 跟你一起做 真的跟你一起 对啊 没有就是一直手臂嘛 然后 他帮你拿一个比较重的 那你就帮他弄一下 这样 哦 对啊 这其实蛮多 我会提这个 是因为刚好最近 这些协作机器人的 厂牌 嗯 我说品牌 嗯 大家都要上市了 所以 台湾吗 台湾跟中国 哦 中国有三家嘛 那台湾有一家 那我有听几家 road show 那就是 哎 就觉得说 哇 这个大家都要突然的 冲进资本市场 哎 为什么呢 我是不知道 哎 如果说要讲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就是 哎 好像他们觉得就是 这个什么机器人的风潮吧 可以带动他们啦 我猜啦 OK 我猜他们是选择这个时候 去港交所 递交 递交这个IPO 或者说在台湾的这边 递交IPO 一定是跟这个 应该是有 脱离不了干系 嗯 对啊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哎 好像是 我们讲就是 快要进入到大众的 这个视野里面 只是说 这些人他们做的 可能就是写作机器人 哎 所以像以前 可能十几年前 在讲所谓的机器手臂的时候 很主要的一家 就是KUKA嘛 就是橘色黄色 恭喜 当时 对 Made in Germany 现在Made in China 哦真的啊 对啊 他被收购啦 我没有抓这个事情 被美地收购啦 啊 他一开始收购50%啊 后来 对已经全资收购了 所以你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了 但 听说他很卷啦 他卷爆中国 这类型的工业手臂 嗯 就是本来从一个高端 的那个高级车 对啊 他现在是 高级车优惠版 听说是这样啦 因为就是 在做一些 产业访谈或调研的时候 大家分享啦 但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手臂这个行业 其实有蛮大的成分 是中国人 所以现在的市占率 其实是 变分散吗 对 没有你要分开啦 因为他比较多是那种 重型的 嗯 然后需要又成控去 对 需要有一些程式的一些 所以他有一些控制器 需要去 帮他编程吧 对对 这好像中国人讲法 对 帮他写程式 写韧体 对 那 这是过去他的模式啦 对 那现在要挂牌的这些人是 他 讲究的是 这种协作期间 就比较简单啦 所以你不要写程式 诶 理论上不用 如果不要太复杂的话 哦 对啊 理论上不用 因为其实我看过 蛮多demo 就是说 他已经做好 就 譬如说你要从A移到B 嗯 他要负责的工作 就是从A移到B 嗯 你就按一个键 然后帮他从A移到B 他就会自己重复这个动作 嗯 就他还有 里面已经有内建很多这种 类似APP啊 OK 或者内建一些程式 比较容易去使用啦 嗯 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复杂 嗯 对啊 但我们传统一般在讲的 这些工业的 我们认知上的工业的 这些机台 他可能是必须要有一些 连线的嘛 对 他的控制器可能要连 这个工厂的网络 这个网络不代表是 网际网络啦 他有可能是一些工厂 内部的封闭网络嘛 那可能用啊 那个 232啊 或是这些通讯协定去连结 然后你可以用他去 就做一些就是 常人所不能做的 譬如说汽车啊 嗯 你要把车子举起来 哎 你不能举吧 那 所以就交给手臂嘛 嗯 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 可能在过去 是我们 怎么样 印象中常看到的啦 嗯 对啊 但现在的这个 现在大家上来的 或者说 现在大家比较新的 在讲的这种协作机械 可能就是 他可以负担更多的这种 比较偏日常的吧 对啊 那 他的这个 可能比较 user-friendly user-friendly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嗯 对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小小的差异啦 嗯 对啊 那在整个产业 或者是上趋势上 有什么 比较 或者以投资人的角度来看 有什么差异吗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 已经有看到 有digital twins啊 这什么意思 这个还蛮好玩 NVIDIA在讲了嘛 GCC大会 他们从去年的 今年GTC大会 对 一直想讲去年 去年的一些keynote 还有在讲这个数位软身嘛 我们有看到数位软身的 这个demo了 这次有展 就是 你实体上 嗯 去拿一个东西 嗯 你会在旁边的那个 Ominimus 看到 它里面的 也去拿一个东西 嗯 它去模拟那个 就是你真实跟虚拟的 这个东西 已经开始可以 可以 你的Siri 在想要模拟 对吗 闭嘴 啊不是 对 它可以模拟这个啦 真实世界 跟虚拟世界 同步了 嗯 有人去展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叫 Real to Sim 吧 嗯 Real to Simulation 那大家美好的下一步 可能是Sing to Real 对 Simulation to Real 因为像做这个东西 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 有一个相机 然后能够去 在数位空间里面 去模拟这个行动 那接下来这个行动 它就有办法被数位化 然后被 在优化 最佳化以后 它也许就能够 大量复制 所以等于说 是的 我做一次 这个步骤以后 电脑就会有一百台机器 在帮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啊 我更简单一点的说 它很容易scalable啦 我们这样说好了 对 它很容易就是 能够被 从一到无限大 嗯 对啊 那在过去的话 我们可能这个 要做出这个一 我们可能要花很多 时间 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 就是 我们都是用人脑 去设计的嘛 对啊 那我们用人脑设计以后 我们的测试是 真实要来实打实 或者说 真的要来做一个东西 来测试 嗯 未来有可能说 这个测试的比重 就会下滑 因为它真的 你都模拟好了以后 你再来测试 那我说 模拟了80分以后 你再来测试 或模拟了90分以后 你再来测试 就会大幅减少 你的 开发的时间啦 所以这也是这个 Digital Twins 大家 看起来好像很兴奋 对 嗯 就是说它这个 看起来是 跟工业比较相关啦 对 对啊 有几个嘛 第一个是刚刚 我们在讲的 可以大量制造 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东西 它可能 你不太确定 它未来 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没错 那如果我们可以 在一个虚拟的环境 里面去模拟这件事情 那也许就能够 比较快的知道 比方说 这个东西 如果摆久了 会怎么样 或者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一直叠上去 会怎么样 那这种东西 如果有办法 更快的在 程序里面去模拟 它可以去降低 我们现实生活 观察的这个 时间 本来是讲大 就很一大堆嘛 这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虚拟世界 可以模仿真实世界 这不就是世界模型吗 对啊 可是这种物理模型 其实已经蛮多了嘛 对 就比方说 我今天就放上去以后 我快转个两年 对 现实生活 你要等两年 在电脑里面 你可能就直接 快转两年就好了 对对 这不是万能的啦 因为其实我对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觉得说 你一定有东西参数 没有考虑进去 对对 没错 没有太多的蝴蝶效应啦 在电脑跟人类之间 但你可以做个七八十 它已经很棒了嘛 对啊 那尤其是在生产制造这种 比如说 开开模具啊 对对 组装啊 它一次就可以帮你开好 或者说 过去的模拟的 对很多状况 对对对 它可以取代一些事情啦 对啊 所以我们这次有看到 这样的类似的东西嘛 OK 可是现在还只是在 快速建模的阶段而已 没错 现在大家还在建模 OK 不要紧张 但我觉得快 有这个感觉啦 就有点意思 对 它这个又是一个 工业的这种东西 又有人提出一个 新的solution嘛 就从4.0 就是说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连 连网 连网 对啊 但我们复完一下4.0 就是大家都连网了 对 然后就发现 通讯决定好多种 所以就这个 通讯决定也要打通 然后就真的连网 就是你真的用机器人 有比较便宜吗 我怀疑啦 对啊 我是真的这样怀疑啦 那是过去嘛 那折就折完了 你机器人没坏 或是机器手臂没坏 那你就是比较便宜 没有错 那maintain 如果没有 不需要太多钱 对 所以就看起来 又会是一个 新的这种趋势吧 那这个趋势的产生 可能就会有一些 就是 新的投资机会了 像什么呢 重点来了 像什么呢 像什么呢 对 其实大家看到 涨的都是SI啦 目前 它炒的很爽的 都是SI 刚刚如果一听的话 我觉得sensor sensor一定是啊 多超多 可是这个感觉 就很 所以大家很 很直接的连结 有直接的连结 就是有蛮多公司 现在开始 进来 切进去做视觉了 就是做这个camera 什么 你说原本做 做别的东西 他进去做camera 因为他觉得 AI的东西 最简单 最直接 最重要的 就是camera 就是视觉先导入 你没有视觉都给供 对 那视觉是第一个 所以这些公司 其实有蛮多公司 就觉得AI的东西 Age AI 就是应该要有 视觉的反馈 OK 所以他们就法律 做这个 那也因为有这个反馈 所以你才可以做 其他的 其他资料的收集 这maybe是一个 所以sensor一定是 只是说 这也跟我们之前 有聊到 那个什么AIP 就是你一定要 很多的这种 收集的source 手一一一就对了 只有一两个 是没有用的啦 就跟你家的camera 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 那你这个 你一定做不一定海康啊 对啊 所以一定要有很多 niche的应用啦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啦 那初步台湾可能 大家有看到上涨的 就是SI嘛 不然就是 有相关的 譬如说 我做一个减速器 然后有放在机器人 手臂上面的 嗯 这种最多啦 最多喔 这种超多的啦 可是 这个多是什么意思 不是 就是我说这种 就是在台湾的 比重是多的 OK 因为他以前就工具机厂商嘛 嗯 啊对啊 这些都放在工具机里面 放在机械手臂里面啊 对 对啊 然后他现在就是 哎 你是机器人跟机器人相关 对啊 没错啊 你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的手臂 跟机械手臂 用的零件 应该有87%像吗 嗯 不确定 但是一定会有东西 是共用的 嗯 对啊 那我说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嗯 对啊 那这个就可能就 比较像是题材啦 嗯 像这个SI 它 等于是它可能要 更提前进去 对不对 它可能在厂房的 规划那边 它就要进去了 对啊 对啊 就本来的话 我可以是 不一定 就我厂 我先弄好之后 我再让SI进来 然后哎 所以你觉得要摆哪边 可现在可能连这个厂房 在规划 需要有哪些 要留哪些线啊 什么 那个他们就要先进去了 现在可能会更 就是规划的更好了 嗯 对吧 因为早期的厂房 大家其实是一条一条线在家 对对对 我们这边留个空间 我们这条线盖好了 但现在看起来 反正我只要给你 这个空间就好了 空间就是这样 空间不太有太多的需求 反正就是一个空的藏库 空的地方 你就自己来 想办法帮我驾车 但现在感觉起来 它可能会更需要在 哎 我这个空间长什么样子 这边就会消耗 它可能就已经先模拟好了啦 那我们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讲 就是装潢啦 对对对 对啊 我去压铺水管 对 我去压铺地板 两个墙蹦了嘛 对 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两个图画好了 那谁要来 谁什么时候来 嗯 对啊 那个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 OK 对啊 你其实就是排好这些东西 那它可能就可以 一开始就把你排好 嗯 对啊 所以装潢 以后如果用AI花 那就很 有些人会很辛苦哦 但是现在 现在生意是多的啦 对对对 现在可以拿的钱 比较多一点嘛 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变多了 那个时程变长了嘛 对啊 所以这是这样的概念啦 所以像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SI 是在做 比方说我们在讲 像AI server 对不对 会有SI厂商去帮企业 去做这件事情 哎我们连 自动手臂这种东西 它都有 SI厂商在专门在负责这个 我以为 这边会是 就是在卖自动手臂的公司 来帮你做耶 不会啊 他们不会 因为通常做卖手臂的人 就专门卖手臂 嗯 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商业模式啦 嗯 对啊 这比较像工艺电脑啦 工艺电脑很多客户 也都是SI啊 因为只有SI才会知道 那个客户的 嗯 vertical场域的需求 因为工厂是vertical的啊 哎那 因为我们在讲SI厂 以前好像不会去分这种 哦 你是电脑的SI server的SI厂 或者是 但是因为工厂的SI 很少 嗯 我们不能说很少啦 层级很久 嗯 就是你看台湾盖厂 就是 就是盖厂这种东西 是一波一波的嘛 嗯 上一波 可能你觉得比较大的 可能是移居中国 OK 对啊 那这中间十几二十年 是没有东西的啊 或者是说 它成长率不怎么样啊 但现在这是另外一波嘛 从中国一走啊 哈哈 对 去哪里去哪里 对啊 可能去泰国啊 或者去越南嘛 OK 对啊 或去马来西亚嘛 嗯 都是去各个国家 先进国家 日本德国 美国嘛 嗯 看起来是个 大遗产时代 对啊 那这个时候工业用的SI 又是受到重视嘛 通常像这种 如果我到了其他国家 它会是 像台商好了 它会是找台湾的SI 去帮他 还是直接找当地的SI帮他 目前听到的都是走 如果假设是某 某人去美国 是找台湾的啊 OK 对啊 那 可是那个就是某人啊 因为某人 他就一直都找他的啊 他带领着要带台湾的 SI厂有哪些公司啊 诶 这个就真的是蛮多的 多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台湾的 台湾的还蛮多的 真的哦 因为我说实在 这种东西就是 它就是某一个制程 每个人都可以做 你SI公司 就算你不是做这个的 你也可以把它抛下来 再转包出去 嗯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很复杂 它是一个 复杂的行业啦 你不是复杂的行业 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工程行业 它可以包出去 嗯 对啊 所以是谁 导是 他只要能掌握 那个客户要什么 只要他可以接案就好了 对 所以你真的转出去的人 就是其实是看 你那个客户 本身是用什么的 呃 他的服务的SI厂商 是哪一家 那我们就讲 就讲几个 比较大的玩家嘛 就是实际做的人 跟接案的人 大概 讲几个名字的话 大概有谁啊 实际做的 比较容易找啊 你像机械手臂 其实台湾一大堆吧 哦 没有我说 在做这个规划的人 哦 规划的台湾其实 并不是这么多 但还是有啦 比如说 什么新汉吧 然后新汉对 类似这种啦 我是类似 哎 熊忘记了 亚翔算吗 哦 亚翔算无城市 算整厂 这样子 对啊 这样厂务工程 是不是都会 其实厂务工程 蛮多都有做的 嗯 华汉 大概只是一部分而已啊 对啊 帆宣也算啊 嗯 哦 帆宣也算吗 帆宣还什么都有呢 你不要以为帆宣 只有做那个厂房而已哦 嗯 对啊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啦 哦 OK 所以你刚刚讲的SI 主要就是在讲 这些公司都算是 对 但是 就是你要找很纯的啦 那个你要细细的 一家一家去看就对 嗯 嗯 就是说像这些 可能都是服务工程 产线的啦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蛮不少的 OK OK 好 那 刚刚讲的一个 自动化展 哎 接下来还有一个蛮大的展 就是Semicon 台湾的半导体展 国际半导体展 九月初啊 对 九月初 刚刚 你讲了这个自动化展嘛 然后 其实我们前几年 Semicon 你也都有去 然后你也都有讲 我们来讲一下好了 所以这些展 到底要怎么参加 要怎么参加 就 就还有官网案参加 哈哈哈哈 点一点啊 就可以啦 通常是这样子呢 像这个自动化展 对啊对啊 就没有官网案啊 对对 那就跟QR Code 少一少啊 嗯 需要做什么 我们就来一个 参展的 这个SOP 懒人包好了 就把那个东西 点一点就可以去了 对 然后呢 你需要做什么 事前准备吗 我因为不知道 你们要看什么 哈哈哈 如果你要看修歌 我是觉得不用准备 哈哈哈哈 对 我觉得很棒 直接去就好了 谢谢 这不是车展 那个修歌 哎 因为Semicon 其实修歌还蛮多的 对啊 本来就有 ComputeX也有啊 对对对 对啊 自动化展应该比较少 看黄仁军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就是怎么样 那个自动化展应该比较少一点 其实可能比较少 差强人意 哈哈哈哈 都没有人 都是机器人 我们讲投资人嘛 对 投资人如果是想要了解这个产业 那我们需要事前做什么功课吗 还是到了那边以后 就是 哎 展这么大 那东西那么多 我们应该会有个优先顺序吧 就是 我应该要看什么 没有 那真的超多 所以你一开始要想好 你看的那些厂商 到底会不会去啊 然后你想要看什么店 OK 所以你一开始要先知道你想看什么店 对啊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会先有一个 哦 我想了解什么东西 对 因为其实在厂商 他们是要做生意啊 对 对啊 所以他在那边其实多数都是业务 对 他是在拉客户 对啊 他其实是在拉客户 你叫他们介绍产品 他们觉得没问题 对 那你投资人想要知道 哎 看几户 他不会跟你讲 哦哦哦 因为他们知道 对对对 对啊 所以你如果是想了解这个产业 或者说这个产品 他到底卖给谁啦 对 或者是说你想更直接的观察 就是哎 那边好多人 嗯 很棒 看起来机会比较大 OK OK 对啊 那也是一个那个方式啦 嗯 所以你说 也许也可以问说 这个产品是卖给谁 这样子 谁在用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嗯 所以你通常会问的问题 在哪些呢 不一定呢 我都看状况哎 就比如说 嗯 啊你去这种化产 你就是说哎 用的是谁啊 对 啊你现在的 客户是SI 还是直接客户啊 那你现在这种 出货的这种 就是他可能一直跟你定的 一个批次的比重都多啊 嗯嗯 对啊 会这样问就是 因为其实蛮多手臂的 他们是 出给这些SI 对 那其实很分散的 OK 他不是那种啊 一比大量就哎 好开心哦 嗯 就收到好多piece这种 不是这样的 对啊 会跟他们聊这些啊 那 当然 各种各样的展会 又会问不一样的东西啦 那有的时候 我遇到办法 底设备厂 那当然都会问一些 技术细节嘛 现在新的技术 哎 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这个前景啊 或者说 有没有什么 规格上的改变啊 那大家未来会往 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啊 类似这样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就如果有遇到 懂的人 他们会跟你聊啦 嗯 但不要打扰别人 做生意啊 对 这是重点 生命抗通常 都还会有一些论坛嘛 对不对 对 那像这些论坛 你是会怎么样去决定 你要听哪一些呢 他有没有兴趣啊 嗯 先找大师啊 大师 大师要给我们换顶啊 因为他有大师论坛 所以里面都是大师 就这么简单 嗯 他们这次的那个 三天都有一个高峰论坛 就是一直整合国际高峰论坛 总共有三天 对 就是 他们这次其实主轴啊 今年的主轴就是什么 先进制成 先进封装 细光子 然后我们刚刚讲那个 一直整合 其实这几个 好几个都是我们 去年产业论坛 也有提到的东西 哦 对 刚好 细光子一直整合 要搭上这个 对对对 产业的列车 对 我是觉得就 如果是一般人去听 绝对是 原来是不要去听啊 嗯 我是很巧合讲 嗯 不是那里面是真的都是 技术系统 是现在的 就是譬如说 即将发表 快要发表 或是发表了以后 快要商用的 这种 类似这种东西啊 对 或者是说还没有要发表 那大家觉得有机会 嗯 比较像是在 就是有点像 你懂研究所的论文 那种感觉 哦 对 超像的 对对对对 因为 其实实际上应该也就 真的是论文 对啊 它的确是论文啊 对对对 就是还在研究阶段的东西啊 我们研究所去的那个论文就是 都是我们在打嘴炮 嗯 可能不是对的 对对对对 他们应该会是对的 他们那个是 嘴炮已经打完了 然后他们有做一些demo 诺文一定有做过实验嘛 实验这些已经OK了 一定是OK才会变论文 对对对 那他们的 我说那个demo是 他们可能有golden sample 可能有几个不错的 就是他去试了以后 有不错的这个数据 嗯 然后跟你讲 嗯 我们现在测起来是怎样怎样 我觉得要改一个哪一些 哪一些哪一些这样 嗯 然后跟客户秀一下 就是说 你看这个有多棒 嗯 对啊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像你这种去 因为你都会去这种论坛的话 你最主要是为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 你是想要去看展 去跟他们那边的业务 聊一下产品 聊一下其他的road map 还是你是去听这种相关的一些论坛的 都有啊 都有都会 嗯 都会啊 所以就是 就看 看你想对什么有兴趣 对 看对那家厂商 或者说对什么主题有兴趣 对 那如果是当然论坛 当然是听他们讲嘛 对 那一定是听说未来的设计 或者说未来有哪些东西是 可能是这个 呃 产业趋势嘛 对 举个例子 要变成玻璃基板好了 嗯 对啊 那玻璃基板算不算一只分钟算 那算不算这个未来的这些呃 产业趋势算 那 他算不算材料算 所以 你就要看你要从什么面向去切入嘛 因为其实我们 投资市场才会遇到的可能就是 新规格新变化嘛 对 对 对啊 那这个就很重要啊 嗯 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今天是去看展出来的商品 那可能就是 哎 了解一下 那目前这个产品 用的人是谁 然后订的量的多寡 哎 他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或者也许可以了解一下 比较商用化这边的一些规格的roadmap 那如果是在论坛的话 听产业趋势 了解一下可能影响的产业环节有哪一些 然后看看说你还想往哪边再研究这样子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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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对每次都学习很多啦 那就去上课一样嘛 真的真的 对啊这会很影响事 好这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好像是蛮大的消息 就是影建业 那个我们的央行的总裁好像说 大家房贷借的点多了 希望降低一下 就银行降低一下这个房贷发放的这个数字这样子 嗯 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 就是你推新积南又推40年房贷 房贷数字当然会变多 这好像非常的合理 对对 这很合理啊 但为什么现在好像就也还不到一年啊 然后他们就说哦等一下 现在银行你们接太多房贷了 我自己看会觉得这个政策好像有一点点互充吗 就是到底在想什么 其实我不太懂 你说到底在想什么 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啊 清清安应该不是央行推的吧 哦所以就是不同的部门 对啊 在看的点不一样 这个是央行 央行 信贷款是应该是央行 对对对 哦 金融 OK 金融 所以一个是站在我要去实现所谓的居住正义 让年轻人也可以买房 所以我去推了新积南推40年贷款 一个是正在我是要维持台湾金融的稳定银行体系 风险不能高 所以要降低贷款 比较像这种感觉 对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啦 OKOKOK好 那这个影响应该就蛮大了 对 就是实际上来讲 这样子的影响是什么 是银行在审防贷比较严格吗 还是历史要变高吗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疫情会变高嘛 然后放贷会变难嘛 对啊 那放贷变难的意思就是说 你乘数会变少 哦 对啊 所以你估值变低 乘数变少 那不是就是 会打乱一些人的规划嘛 对 对吧 你本来要带八成 算得好好的 一切贷 对 现在跟你说只能带七成五 或是七成 OK 那中间那个钱哪里来 对啊 就我不能买法了 对啊 你用别的方法嘛 对 对啊 所以这个中间可能会造成一些 麻烦吧 我是不知道你们 刚刚大家谈过啊 因为买房子是这样子啊 你买完以后 他跟你说啊 如果多久之后 贷款下来 对 会有一段期间嘛 对 哎 超过了算违约呢 嗯 对啊 所以那个中间也要谈啊 所以有很多已经谈下来的 大家会觉得 他是先谈好买卖 才去贷款的嘛 嗯 对啊 所以是就变很麻烦 就是在这里嘛 所以现在一定很多人 哀哀叫 就是我已经谈好了 可是我贷款变慢了 嗯 然后跟我算的不一样 对啊 所以大家在那边哀哀叫嘛 原因在这里啊 啊 对啊 那这个等于就是限制你的需求啦 嗯 需求会变慢 对 会变少 就是 以供需的角度来看 会是这样啊 嗯 对这些产业来说 这应该也会是一个 蛮大的降温吧 就是我们在讲 我觉得算啊 算是啊 算是一个降温啊 我说实在从上次这个 贷款农历年后吧 嗯 我们不是有请那个黄叔蔚来 对 他有提到吗 从军元第四季开始 新亲爱开始以后 其实房子很热 对 尤其是预售屋 预售屋都有带着中古屋 中古屋先啦 然后就把预售屋炒起来 就是 对啊 你说这个 也不能说炒啦 就是大家 这个对 大家都想要有房子嘛 对啊 大家都想要用 新亲爱买个房 对 所以大家都有房 对啊 所以这个整个 其实看银建股都知道了嘛 银建股之前就涨很多嘛 对 对啊 已经涨到都已经超过 这个NAV了 其实有蛮多家 已经涨超过NAV了 就是净资产价值 对啊 所以 对涨高的个股来说 一定是利空 然后做成 就是波动会很大啦 嗯 对啊 因为这算是一个 蛮实质的 负向的消息啦 这个主要是 未来的成长率会变很差吧 对 但这个未来的成长 可能要 四五年以后才会看到啦 哦 对啊 因为你卖房子 现在大家工期都蛮久了 至少盖三年吧 嗯 以前都两年啦 现在缺工嘛 就给你说三年到四年 对啊 所以其实都盖很久 所以你 今年卖的 或去年卖的 可能要 对啊 二二年嘛 二五二六年才出来 嗯 所以你现在被打到了 现在是二四年嘛 嗯 再个四五年 二八二二九年才会出来啊 所以 就是后面的获利会下降啦 理论上 所以这个东西是 如果我之前已经卖掉了 可是 呃 大家已经知道了 你现在买房 其实 银建公司是 因为你买预售嘛 所以银建公司其实是 不会 马上认营收的 他们要盖完才可以认营收 是 对 所以 等于说你们现在买的预售屋 大概要 上三四年以后 银建公司才会认得营收 没错 诶那如果今天是 我不太决定账的状况都不多啦 有没有那种是我房子已经盖好了 就我打算盖好再卖的 现在有吗还是没有 有啊 蛮多的啊 这是先见后售啊 OK 那先见后售的这些厂商 他接下来售可能售不太出去 也不会到售不出去啦 我就说需求会变少 OK 银行控制的需求会变少 嗯 放比较少贷款嘛 嗯 有些人就不能卖了嘛 嗯 对啊 所以需求就变少了 就这样了 所以他们未来的 如果他 你是先见后售这一部分呢 他反应可能会比较及时啦 但有没有真的降位 还是要看数据啦 但我觉得会啦 会降啦 因为知道这些 舆论或新闻或各大论台的这个 大家哀嚎的状况 对 看起来这短期是管得很严啦 因为如果像先见后售的话 他可能今年或明年 他就可以去卖这些 已经盖好的房子 那像这种先见后售 我就是卖了 我就可以认了 对啊 但我觉得短期 不需要为他们担心啦 真的吗 那因为房价已经涨了 OK 那有涨了你有差吗 我先见后售嘛 比方说我买的时候的成本 跟现在的成本 OK 他们是成本比较低的那种 对啊 所以他没差 他只是少赚 OK OK 好 所以基本上 可能短期三年内 如果先看他们的获利状况 三年内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说 你政府到底是 或者说亚航的这个 会管多久啦 对对对 因为其实如果今天他 比方说 我现在开始卖的房子 我卖的不太好 但是如果明年 或者是后年 央行就开始放宽了 我还是可以在我盖完以前 全部卖掉 那其实差不多啊 我盖完以后 都是论百分之百 对啊 这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经济的变动 对对对 这个产业的人要应对这些事情 那代销呢 代销会不会 比较快有影响 可能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现在马上就会有影响 我这样说好了 代销应该是吧 我在想 买气变弱代销 一定会受到影响 对 它是间接的 因为理论上 它的卖的东西 它跟贷款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 它贷款在后面嘛 所以它前面是 订屋 角域售屋的 就是投期嘛 对 工程款嘛 嗯 对啊 但是它的贷款在后面啊 东西还没要盖出来 人家没办法给你贷款啊 嗯 所以你也不用带啊 嗯 对啊 所以理论上在后面啊 但买气受到影响 那它就直接受影响了 对对对 它们其实反应很快 对对对 代销应该是比较 在直接在获利上面的 就营收上面啊 它会反应比较仔细 它反应很快啊 很快 嗯 对 所以这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说这种现代令 对整个房地产 一定会有影响 嗯 那 对 现在只是刚开始嘛 那些装潢概念股呢 啊 装潢我就觉得 好像很不会 很不会是不是 它还在刚买好 就几点买的 都还在那个嘛 都还在装 对啊 但反正就是气氛问题啦 OKOK 获利是还好 好 好 这之后还有一个 我看到蛮多人 在讨论的一个 产业的消息 就是AMD要买气体 我突然之间 一大堆在讲GT 就感觉好像 那你们之前 在关注这间公司吗 哈哈哈 我立T突然红起来了 对对 突然红起来了 喜欢 你先来讲一下 这间GT System 是什么公司好了 没有 我觉得简单讲 就是 大家 讲得很开心的 这个GP200嘛 嗯 它有四家 ODM啊 嗯 这算ODM嘛 对 反正有四家组装商啦 嗯 对就 大家为人所知 红海广塔 嗯 我一创立T OKOK 它还是其中一家 OK 对 这样就 大家理解 它的产业地位 对 所以某种程度 就是像是AMD 买了广达 大概像这种感觉 对对对 买了一个 巨大的 强大的组装商 对对对 那你会组装 表示你会设计嘛 对啊 所以 过去来看这个 它有蛮多设计是 Reference Design 是它啦 哦 对啊 所以 这也是 AMD宣传 它买 ZT的理由嘛 OK 对啊 不是说机构 那可能是 整个System的设计啦 对 对对 那当然这个 跟机构 跟这些传输 跟一定都有关系啦 只是说 他们买这个 就是为了要 应对一些 所谓的SuperPod 或者说超级计算重击 这种大型的 training的这种Server 或者可以讲 他买了这个以后 AMD对于 终端客户的 实际的用法 长度会更高一点 是是是 没错 所以 这当然是 AMD官宣的理由啦 对 然后就说要 他要把那个嘛 就是其他这些 组装的这些 要剥离掉啊 什么意思 就它其实有分 这个设计跟那个 其他就是组装嘛 就做出机柜的嘛 OK 对啊 那出机柜的 是因为他可能 就要把它卖掉啊 哦 他就是留那些 阿滴下来啦 所以这个就是 嗯 看起来这个 这一盘旗下的 很猛啊 对啊 对没错 所以这就是 就大概会很热论 讨论我可以理解啦 对啊 就是 我自己直觉 想就是 啊 四简一啊 好棒啊 没理由 AMD买下来 NVIDIA给你做 对啊 没有理由啊 哈啰 好 这边稍微 大家如果要 没有听懂的话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 原本有四大厂商 在帮NVIDIA 做这个伺服器嘛 伺服器的组装 那现在其中一家 就是CT System 他被AMD买走 当然NVIDIA 就不太可能会去 请AMD的子公司 帮他去组装这个Server 至少过去的没问题啦 未来就难说嘛 对对对 未来的机会就变低啊 那他可能就会有 更多的担心嘛 对不对 我让我的 最大竞争对手 来作为我的一个 组装公司 销售渠照 他可能会有点担心 这件事情 是 没错没错 所以 对很好玩 这是直觉啦 对啊 但你说这个直觉 对同事有什么用 对啊 对啊 就是那三间公司 可能会有些 就会有短期波动 但你说真的会这么好吗 不知道 对 对啊 但对AMD来说 并购这种事情 就是长远的啦 对啊 但短线 这个布局感觉还不错啦 对啊 因为其实 我自己后来想想 就是AMD其实 做了蛮多事情的 其实在这一代 在GPE这一代 或者说在MVE的B series这一代 他其实做很多事 哇 等一下 你这个AMD的历史 居然要拿NVIDIA的产品 做Benchmark是不是 对 因为以前用Intel啊 现在Intel大家好像 不喜欢 我们在讲那个AMD的进程 但不会用AMD 就不会用AMD自家产品 用Intel啦 因为他对标Intel嘛 对啊 那现在Intel 他其实蛮厉害 Intel不行的 他还是可以继续 去找个人对标 高手 你说第二 没有人 没有人说第二 他第二 从这个 永远的第二 对 就看起来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 在ESF他们竞争上 你说有加注卡的 又没几家 对啊 Intel那个高地 大家有在分析吗 有啦有啦 比较少啦 对啊 那我们说 就是关注度啦 对啊 那如果你对标 NVIDIA的话 他缺了拼图 其实蛮多的嘛 我说AMD啊 可是 你看NVIDIA也是 去给广达 鸿海 他们去装 那AMD 为什么要直接去买这个厂啊 就是NVIDIA 也没有这个厂啊 也没有这样的公司啊 为什么AMD要去买 我觉得这个就有趣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教授的分享 对啊 他在分享这个 NVIDIA成功的过去 对啊对啊 这个我想 应该蛮多人看过 对啊 他里面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NVIDIA是 support了很多 当初算是小型的 这种能工智能公司吧 对 对啊 去做一些 就是所谓的 创新 那去做这些 所谓的 AI training server 的这种 原型机啦 当然中间有失败 有成功 但后来最终是成功了 就大家可能会看到 像就是黄仁勋 他不是常常会 拿着一个芯片 然后去open AI 然后就拍照啊 签名啊 然后去特斯拉 还有什么 去Facebook啊 都会直接去 亲自交货什么的嘛 就拿着一片 然后在那边拍照签名 其实这个东西 都是NVIDIA 行之有年的做法 因为黄仁勋在过去 其实他就是会 像你刚刚提到的 他是要去帮 这些小型的形状 然后他们可能来买一个 其实就真的有可能 杀亲自送过去 因为他们并不是那种 很标准化的商品 都会有一些 小小的条件 对 他有些特别的商品 那是专门 for他们去Telemade的 对 那他除了Telemade以外 对 因为这里面 有太多的细节 所以NVIDIA跟这些公司 有很多的negotiate 或者是说 很多共同设计的part 我简单的说 这些来回 是在账面上的 这种A-Sate 或者什么财报 你是看不到的啦 那可是这些累积 就是说他后来 买了Mannex 才把整个拼图拼起来嘛 就是说我会做一个 超级运算冲击 然后全部都可以用 很快的就是 我全部连线 training的速度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 是等比级 诶 等下来等比啊 反正他 你就是你把它串联在一起 他的速度不会掉太多 嗯 就几乎没有掉啦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他 很强的地方嘛 那其实归教起来 或者说我简单归纳起来 就我非常强调是简单归纳啦 因为里面还有 一定还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嘛 对啊 你除了说你对这些 这个本来就跟这些 所谓的AI厂商 你跟他们共同 walk了很久 那再来是说 你过去Intel卡 那个PCIE嘛 所以也造就了 也蛮多的 也造就了这些 就是 他后来转成 Infinite Band 跟这个 V-Link 对啊 这就是网通的 这个我们有提过啊 然后再来是说 这个就很多人提 就是Cuda这个东西啦 对啊 Cuda这个东西 大家也是用了 行之有年 每个人都用嘛 对啊 所以你这些东西 加在一起 好强喔 打不赢他 对不对 那现在MT 就 我刚刚提到 每一个东西 他都做了相应的事情嘛 对啊 你说我不会设计啊 我直接买个立T啦 对对 我直接就是 把这些客户 过去设计的经验 一定都存在 立T这家公司里面嘛 至少跟立T 有合作的公司 或者说甚至NVIDIA的 设计经验 立T 买下来应该都有啊 对对 对啊 这是一个 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做了 蛮多事情 去对标这些东西的啦 对啊 那你说 我没有Invidic Ben 我没有这个NVIDIA 对 我就成立了 USC 对 对啊 就是UA Link Atra Ethernet的联盟啊 对联盟 我把我的这个 AMD的这个 他本来那个是叫 什么什么Fabric 忘记了 对啊 Anyway 反正他就是把他的 网通这些 拿一家东西来对标嘛 那你说我没有顾打 我们一开始推MI300 我就找Hugging Face来啊 对啊 你说这个东西 有没有办法直接对标 没有办法 但是他有在做嘛 对啊 那你说他这些东西都不做 你跟人家说 你要跟NVIDIA一战 人家就说 嗯 是哦 哈呵 对啊 把你买完了 大家觉得 嗯 可以哦 来 可是这边就是点 至少账面上看起来可以 这边就点了 就是说 我AMD现在可能更了解 客户的设计了 就他们是怎么设计的 他现在就能够拿他目前有的东西 去拼凑出来了吗 还是 我了解你怎么设计 那接下来我要去做符合 这个设计的产品 没有 这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OK 所以其实 也不是说 我知道你怎么设计了 我都可以在逗 你年来算了啦 你不可能说我拿下 然后马上就两天 我就超强 嗯 怎么可能 下一代吧 下下代 下一代 对啊 才比较有机会啦 OK啊 那这些东西 他里面还要 对啊 并购其实很麻烦啦 里面还要寻找就是说 谁才是keyman啊 哪些人要把它弄掉啊 所以是这种啊 对啊 所以其实 中间应该还有蛮多 整合的过程啊 但anyway 就是如果从账面上来看 他是慢慢的补齐他 跟 也没有慢慢的 一年内补齐了 那个 哇 最近做很多啊 对啊 他觉得他缺什么 他就想办法去搞 对 这表示这家公司 有在想啊 有在想 那接下来就是看他说 怎么样兜起来 对 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自己内化好啊 对对对 他这个就困难了 这就要花时间 对对啊 但至少他手上有东西嘛 OK 对啊 你手上没东西 你不要跟我说 你要内化什么东西 对 对啊 所以这我觉得就 其实 就以这个策略布局来说 好像还 至少让他 不会掉队啦 对啊 也不会被人家笑说 啊 你以后 你在旁边玩沙吧 嗯 那种感觉啊 就没有明显的 竞争力不足 就是现在当然你说 市占率就差很多 可是去盘算 盘点你们有的资源 哦 他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 哎 你这个东西 它落差变小了 永远感不像别人的感觉 它落差变小了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反正 对对 是这种感觉 可是的确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 所谓的 呃 好 你东西都有 可是你能不能 好好的把它抖起来 内化以后抖起来 对 这其实是困难的啦 嗯 因为我想每一代的 就这个之前也提过嘛 进入AI时代以后 大家的迭代变快了 嗯 对 因为迭代变快了 所以设计难度又变高了 嗯 所以你又要追过去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的这个 button一定更重啦 但你不说去永远没机会吧 嗯 对啊 你还是要做嘛 在AMD 我相信 我相信AMD很习惯了啦 哈哈哈哈 他以前跟AMD又搞那么久 可是你想 他之前也是买了这个GPU以后 也是摆了一阵子 没有在弄它 就在冲 他一定是觉得 有搞头 这个有赚头 我来搞 就其他之前 他也是买了以后 有点 要顾的东西太多啦 没有顾啦 但他现在很明确啦 我现在就是顾这个 起到此变啦 对啊 对对 有点那种感觉 对对 SERVER这个 我最棒 我最喜欢的 全部不来顾 对啊 所以就以这个并购案来说 我觉得还算 就可以看得出来AMD的野心啦 对对对 好 但这可能都是比较长期了吗 所以以年来看 比较短期的话 就是看看GT那边的 当然有没有可能来到 台湾这边吗 没有 这只是算美好的想象啦 我是觉得有点难 真的吗 为什么 就这种东西 也不是说Can就Can啦 对啊 这个也是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 会不会想要 都设计好了 会不会想要 跟GT配合的 就是想要跟GT配合啊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很难分啦 对啊 maybe下一代就掉光啦 对啊 但它也不需要了嘛 它说明组装那边的 就卖掉了 或玻璃出去了 那就没差了嘛 对啊 就像MD把那个GF玻璃掉 以后 后来以后就没差了啊 对啊 以后就各走各的 对啊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是有可能的 啊 所以这台湾的 所谓的转单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对啊 可能也不太会有 没有那时候是猜测而已嘛 大家没好的想象啊 对啊 那台湾人去买他的这个 组装团队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 哦 对 其实也可以啊 你就直接买地单过来 对啊 直接买地单过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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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去年或前年 蛮多人在做的啊 嗯嗯 之前省准不是 欸省准吧 省准去买那个intel 那个也是买一个组装部门 嗯 对啊 就是这样的概念 顺便买单子过来 对对对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哦 这个我就卖上去了 对啊 这个一定会有人准备 摩拳擦掌 当然那个法务开始行动了 法务跟财务要开始算了 对啊 开始行动 对对对 这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啦 嗯 但anyway我就觉得 就是哎 对就是因为AI屏好大 所以大家好想做 对对对 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 嗯 我觉得看起来的确 就是你说 呃我们有因为 最近可能大家对于AI的一些 质疑去降低 大家所做的事情 会不掉吗 看起来其实还是没有 大家质疑归质疑 该做还是得做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最近的进程 还是感觉起来的运用 一点都没有变慢 完全没有变慢 现在变快了 对对 一直没有变慢 以后大家都不写程式了 怎么办 都给AI写 就很多人要讲这个啊 对啊 我真的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啊 画画啦 然后写程式啦 然后影片生成啦 这三个很可怕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久啊 那个也是很久啊 对 像我最近也有听一个 就 最近好像社群蛮多人分享 前阵子 就是Gmail的 这个发明人 就他有上一个 YC的Podcast 然后也有聊AI 对啊 他就有聊到说 反正 就大家有说是10年后 到底有长什么样子 他就说 嗯 其实他觉得10年后 一定会 能够有的样子就是 你视讯跟一个人对话嘛 然后他可以 去帮你讲什么解决方案啊 帮你去做事情啊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其他还是一个AI 好 他说其实 你们大家去想 所有的技术现在都有了 我们有DFAC嘛 对你可以去 模拟脸嘛 对 去模拟一个人的脸 然后你可以去模拟声音 然后又有Agent 所以他其实是能够 一步串一步去做事情的 我们技术都有 只是能不能兜起来 以及 所谓的文化跟 法律 会不会让我们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看起来也是 危险的嘛 对 但不管怎么样说 其实如果我们以技术来讲 这东西是完全是可行的 其实我觉得那集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他们是在 YCOM的Podcast 然后他就说什么 反正就Gmail创办人怎么样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也讲到了一些 OpenAI的历史 OpenAI的创造历史 像 他现在还在Gmail吗 还在Google吗 他走了 他走了 现在一定要是 前Google的 他才会出来打嘴炮 对 就我觉得大家在讲说 为什么Google 在AI之间看起来有点落后 每个人讲话不一样 像Eric Smith最近也在讲 Eric Smith就说 Smith就我们 太混了 过得很爽 我们很滋润 做什么AI 其实很多人会上讲Google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聊过 可是如果 有在工程圈 或者在矽谷 跟一些工程师聊过 大家都会知道说 都会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刚毕业 可以先去Google 你可以去练一下 大公司 什么运作等等 然后你就自己出来做事情 然后你想要退休了 养老了 你可以再去Google 对 好棒哦 就是 这也不是我说的 那我当然也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跟很多工程师 或者是科技圈的聊 他们都会这样讲 Google就是一个养老的地方 那他们可能很注重 像Eric Smith就说什么 很注重 Work-like balance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啊 那个访谈出外 其实很多人在骂他 骂爆了 好笑 因为在Eric Smith 担任Google执行账的时候 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制度 对 包含说Google有一个 他们面试好像七轮 还是要几轮 这东西其实就是 Eric Smith当时定出来了 刷那个啊 刷题 对 就是Eric Smith在那时候 他其实从 Oracle过去以后 他带了很多 某种的官僚文化进去 对 那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在讲说 哇靠 你不讲你那个 就是反复的沟通 跟官僚文化组织 你在那边讲说 我们Work-life balance 有些人人不爽 当然是他give talk 废话 怎么会讲这个 可是另外那个啊 Gmail的那个创办人 他其实有讲说 为什么Google会失败 因为他其实是完全参与了 OpenAI的就是创立这件事情 OpenAI早期其实叫做YC Research 是 对他是Sam Altman 他去很担心AI的发展 然后找了一群人 然后其实Sam Altman 并没有做太多事情 就是一开始真的是 Elon Musk做了比较多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带一堆小伙伴 去外面玩就对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 Elon Musk不是有去告OpenAI 还怎么样 如果去看那些法庭文件 有一些email 对话有流出来这样子 Elon Musk就有跟Sam Altman说 把你的那个YC Research给我 对 他说 我做不到多事情怎么样 对 我就蛮有趣的 然后他在讲说 为什么Google 因为他也在Google的组织里 他就有提到一个 他就说 像Google里面 很早导入的一个生成式AI 其实是在做什么 是在做你打Gmail大挫子 的那个 校正服务 文字校正 对 他说这个东西 一开始就是他做的 可是他做的时候 他用的是一个比较 粗暴的做法 就没有太多的AI在里面 所以有些判断智慧 判断很烂 然后后来他不知道 知道怎么做 就他不知道 要怎么做更好 他就把它当面试题目 所以他就 每个人进来就说 我这边如果有些typo 你要怎么样去侦测措置 然后可以去修改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设计 他说 有九成的人 是完全想不出来的 有一成的人 会跟你讲个答案 可是那答案 其实也不怎么有用 只有一个人 他说 他一听他就说 这个人 方法厉害 然后他就说 这个人我们不能够 失去他 找他进来以后 然后他很像去开会 还是去国外怎么样 等他回来 那个人说 我做了个demo 我跟你看 他说 可以可以 我们上线 这个人 就是写了那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主要作者之一 对 后来就是Transformer的 这个主要作者之一 然后现在也出去 做了AI公司 然后他说 其实Google里面 真的很早就开始AI 然后很厉害 但他们为什么 在深层式AI这边 看起来有点弱 最主要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 跟他们现有的商业模式 有一个很大的威胁 对啊 你不是自断经脉吗 对 就是跟他们的 这个广告搜寻 就搜寻 然后出现广告 有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其实 真的有一派是说 我们不能够做这个 然后 有另外一个 更大的问题 就是他说 这会有很多很多的 政策啊 法律啊 政府那边 监管的问题 他说 其实Google 花了非常多的资源 跟Google 其实很多东西 他们只是在觉得 我们不要出错 我们不要被政府管 就不要让 政府有机会介入 我们不要让 政府可能会不高兴 所以他说 其实 Google的确 在各个时期 AI都是很领先的 但是因为第一个 再甚至是AI这边 他们担心 你常常既有商业模式 第二个是 他们真的真的很怕 跟政府起冲突 所以他们就都不做 Google现在会做的 唯一一个原因 他说真的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open AI起来 对啊 他说如果open AI不起来 Google就是不会做 对啊 这跟前面那个讲 Intel那个不是一样吗 对啊 对啊 你其实既有行业的 既有利益者 你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砸自己的脚啊 对对对 那这个是更古不定的 你看一下Intel好不好 对啊 Intel知道这逆袭是什么 第一轮被人家干掉了 对啊 所以我现在感觉是CPU 对不对 这次又被人家干掉了 那他就这样怎么办 下次不知道怎么办 我还没想到 等他 CPU要写本书 研究一下 的确的 当时这个D-RUN被干掉 就是Intel这个 华丽转生的一个 契机啊 对啊 十倍速 对对对 中文般的很鸟 但 Andy Gove 中文般的让我很无言 但好了 也没错啦 对啊 anyway 这次又被人家干掉了 而且干掉的速度 非常的奇妙哦 而且 他们要找到一条 因为当时D-RUN这个 他们是找了一条新的路嘛 对完全不一样的路啊 他们找了一条新的路 然后那个CPU 这个未来的确实是重重之重 对 但现在这个 你要找到一个东西 要干掉GPU 没有我觉得有可能是 全新的东西啊 如果照他们那个时候的 玩法嘛 对啊 可是他那个时候 几乎全部卖掉嘛 对对对 对啊 所以你看他要卖什么啊 手上拿一大堆东西 我看是 嗯 我到底一家公司 可以做几件事啦 你跟我说啦 AMD做事情比较多 AMD这样子 有时候也不一定好啊 就没有人骂他 那很奇怪 没有他其实也把金元切掉啊 他自己很惨的 所以是把金元切掉啊 其实像他当时买了GPU GPU不好之后 他还是冷落啊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说啦 但我们就开玩笑 就是说intel这个 这个起伏啊 好像 短短的 投资声音啊 可以看个两次 三次吗 可以看到第三次吗 这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当然 厉害归厉害 但一定有一部分的运气啊 当然了 这一定有 对 看看这个 运气还能不能够眷顾我们的intel 对 没错 运气与你同在好不好 对 反正AI这个东西就是很有趣啦 我觉得这个 以目前这些Google出来的访谈 感觉都是 其实很正乡 而且他们很早就知道 真的 真的 对 他们可能 17年 16年 17年 可能就有这个 就在那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那一篇论文的前后 他们可能就很明确知道 这东西会起来 他们 在那个时候 我刚刚讲的这个 Gmail的发明人 他叫BC啊 对 这个BC 其实他在 他也放在那边 要提到一个东西 他说起当时 Sam Altman 就是拿了一堆钱 招了一堆人 来做Open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时候 为什么要做这个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未来要 就未来会变怎么样 他们只是说 在所谓Deep Learning 出来以后 他们觉得说 哇 这个AI 感觉有可能 威胁到人类 那 我们必须要多了解它 那干嘛 其实不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去听 Open AI找一些专案 就要说 其实Open AI 找了很多 就是Deep Learning的大头 然后 各做各的事情 你们想做什么 你们就去做 我给你们钱 比较像是探索 对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直到 他说 他有一次 他回来 就是他可能去出差怎么样 他回来以后 Sam Altman很兴奋的跟他说 你看这个东西 叫做GPT-2 然后他说 知道你在干嘛 他说 他可以预测你的下一个字 然后他说 可以干嘛 就是 你好 下一个字是什么 或者是说 现在时间是五 下一个字 你要点这样 他说 他可以干嘛 就你预测下一个字 然后呢 所以当时他就说 这会改变未来 当你可以预测下一个字 你就可以预测全部的东西 这个 大家听到就 对 我相信很多人 已经早期看到了 你这个反过来 你去看AV的那个 我一直很怀疑 他那个 Road Map 到底是谁想的 因为其实 他去 Bing那个面的 那个时间点是一个 我真的觉得 他那个时候 一定就知道这些事情 要去读这个啦 对啊 不然你不可能 去并那个啊 而且这东西 他如果适合回顾的话 可能都可以推到 更早以前 说我们什么时候 也许都能够知道 但其实 实际上也都没有那么早 大家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真的都还是有人赌 就是赌 说这个东西 未来会起来嘛 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应该说 他本人就只是说 没关系 我就做多看 比方说Elon Musk 一开始进去 Elon Musk就说 这东西成功几率是零 对 就是SIMO特别 找他做的 他说可以啊 可是这个成功几率是零 当从GPT2开始之后 他们就知道说 这东西未来会起来的 可是一开始做真的是 希望我们可以从 我们只要做那个 看到GPT2 知道会起来的人就好了 投资就是这个样子 对好不好 投资就是 其实GPT2也不用啊 GPT3出来的时候 都还来得及 对 对 GPT3出来了一年 却GPT还出来 更正确的说啦 你看到却GPT起来 出来 也还来得及 你马上就发现 这东西有好投 对 你就有赚到钱了 恭喜你 对 却GPT是3.5嘛 3.5出来都还来得及 你不用二出来 你不要二出来 对 你二出来就是那个是 你要压很大的 你要等两年多 对 你会比较辛苦 对 你参加3.5 好多人注册 你就好兴奋 然后就跟大家一起来 你现在算不错 史上达到1亿用户 就最快达到1亿用户的APP 去GPT 上一个好像是宝可梦 对啊 诶上的是什么 我忘记了 这是宝可梦 真的吗 宝可Pokemon GO 我反正就是很短 就什么不到两个月 就非常猛 只有越来越快而已啊 对不对 看下次有没有几个小时了 诶 ToucherGPT出来之后 好像有一个打破 像Streets吧 那个是Facebook大量 Facebook和IG大量灌流量 那个灌单不一样啊 对不对 对啊 反正anyway还是 目前看起来这些访谈 还是觉得说 这个改变世界的模式 好像是 还是正在进行中啊 我觉得他们还是 非常非常笃定 这会大量的 改变我们未来的 各种环节 对啊 但在投资上这个东西就是 什么时候从TRAINY转 Inference会是一个重点啊 OK 对啊 这个可能是要大家 可以去关注了就对了 对啊 因为TRAINY跟Inference 价钱不一样啊 TRAINY比较贵啊 贵很多啊 对啊 这个里面的镜头 其实也是 比较说到底是 开源出来还是 币源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 哦 有人说是币源会赚哦 史密特讲的哦 对啊 史密特就觉得说是币源 可是像这个BC 他就觉得说 开源会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其实里面 其实都卡着一个点嘛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讲 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点 就是说 第一个是 掌握模型的人 其实 他会 非常大的去掌控 大家能够怎么样 使用这个模型 没错 你掌控模型的人 他就能够 比方说 假设你不可以色色 不能色色 是模型的这个default 那如果他是一个 币源的 就是没有人可以做色色 对啊 没有人可以用AI 做色色的东西 开源就可以恶搞了 对 大家一起来恶搞 某种种 你可以想象说 那可能还有很多东西 你不能做 就是你其实会被受限 做这个币源模型的人 受限规定 你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然后会有很多东西 掌握在他们手里 那这个可能会有点可怕 所以 很多人会希望能够开源 但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靠啊 这东西那么贵 到底谁可以花个 几十亿美金 然后做完以后 把它改变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觉得Facebook很厉害 对 他们觉得他很有钱 对 简藏的台词是这样 他们也有提到 他们说 可他们花了几个trillion 这已经不是billion 花了几个trillion 去改名嘛 叫Meta 他们其实真的是 把未来堵在Meta 因此 当未来是Meta的时候 如果他们能够 把这个几个billion的 模型去开源 让Meta能够更快的出来 这是一个明确的战略 就 嗯 好哦 我免费放送几个billion以后 为了我的下一个缺点 对啊 合理啦 合理啦 他之前讲 原理说大家都笑他嘛 对啊 智障 Meta 他传那个图出来 Avanta出来 就是赶牌吃 这个解析度 十年前的玩具吗 十年前的动画吗 对对 现在 那个什么 Jensen跟你讲说 Digital Twins 你马上就觉得 好棒哦 好像是那个东西 跟他有关系耶 可是 就Jensen的 还是比较像一点 对对对 哦还是你真蛮多的 解析度很重要 对对对对 真的真的 解析度很重要 你生成一个解析度 妈很烂的 不如不要生成 谢谢 真的 看了就很烂 好啦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边啊 喜欢听之后 记得按下订阅 分享给期末 还有给我五星号评 然后如果任何的问题 我想要分享 都可以在Google表达 留言给我们 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